他們想要找找壓迫對手 讓他們失誤進球去得分 因為其實像之前所說的 其實越早的進球 只會讓對方繼續下降 我們這邊復興高中是馬上就得分了 開場兩分鐘馬上就得了一分 往外給 往內塞有沒有機會 這個騎腳非常可惜 明高中 進行一波倒船 復興高中是抄到球了 這顆球被踢進了 球往前帶 這邊掉球了 今天高中的射門 復興高中搶到球權 差一點發生失誤 剛剛在控球的時候 表情踢得太用力 差點發生一個失誤 復興高中的球 怎樣帶過了 一個晴興高中操到球 直接進行一個騎腳 這一球 這一球是 復興高中能戰中 現場 阿奇在場上 會球的一球 非常到位 非常可惜 這邊這個船 其實也是很漂亮的一球 這球 這球是被復興高中 又再次抄了回來 往前帶 二打一 有沒有機會 有處理 不然就是我們 可能要再先 空一腳把球空下來 那另外一點就是 可能高跳球的話 因為他球速會比較慢 所以可能你在跳過去的同時 防守已經好的地位 是 不斷的倒傳 那這也是被復興高中抄到球了 這個射門是沒有把握住喔 這個傳球非常漂亮 還有沒有機會 還有沒有機會 這個傳球翻十五 那晴興高中這邊是做一個快攻 可以看到復興高中 可以看到復興高中 執行的這個戰術 算是比較簡單的戰術 現在可以聽到 其實復興高中的教練在場外 也是一直喊著做40的戰術 比賽時間剩下最後的21秒 往前突進啊 這顆傳球非常漂亮 復興高中再添一分喔 谢谢大家